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疑似被恶意剪辑的 但不管怎样 当年的男神李亚鹏总让人感觉物是人非 不复当年的样子 当年他可是叱咤影视圈的超级男神 风华正貌意气风华 事业鼎盛前途无量 最重要的是前半生不但事业运气好 爱情上更是俘获了一个又一个女神 而且每一个女友都成了他事业上的好帮手 不得不说事业上一落千丈的李亚鹏 真是把一手好牌白白浪费 李亚鹏是乌鲁木齐人 家境英史 长得俊朗 而且性格潇洒细腻 从上学时 李亚鹏就一直是学习中的风云人物 当过班干部 妥妥的学霸 可是到了中学以后 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李亚鹏 迎来了强烈的叛逆期 后来不得不到合肥姨妈家去戒毒 结果又因为和校外的人产生了矛盾 最后又被迫返回乌鲁木齐老家上学 所以骨子里的李亚鹏 就是一个不安分的浪子 到了中系上大学 李亚鹏更是幸运又不安分 成为学校里的风云学生 大二那年 李亚鹏就幸运地接拍到了 第一部戏 就是电影青春作证 而且还是男主 1993年 李亚鹏策划了一场摇滚音乐会 把摇滚带回老家乌鲁木齐轰动一时 那一场演唱会让还是大三学生的李亚鹏 赚到了人生第一笔钱 如今回想 也难怪后来的周迅和王妃 也都会爱上爱摇滚的李亚鹏 转眼大学毕业 李亚鹏先是回了一趟乌鲁木齐 因为他那个时候不想拍戏 而是想要开广告公司 看到李亚鹏一直对经商 有着一股孙生的执念呀 不过理想是好的 但现实是发现 自己在乌鲁木齐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连养活自己都难 就在自己前途迷茫之时 导演藤文济向他泡来了橄榄枝 李亚鹏又回到北京参演了电视剧 《北京深秋》的故事 也正是从这时起 李亚鹏才渐渐把重心放在演艺事业上 随后又拍了一部燃烧的欲望 刚毕业那一年 李亚鹏虽然没有大红 但也还算幸运 因为有人赏识他 而属于他最大的幸运 很快就悄然来临 就是遇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北京女孩 这个人就是演员柯兰 柯兰的家事可不简单 根正苗红的军队大院长大的女孩 性格独立 长相大气婉约 所以柯兰不管是家事 还是学识修养 都是顶级的优秀女孩 李亚鹏结识了柯兰后 李亚热渐渐熟络起来 很快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当年柯兰可要比李亚鹏的事业成功多了 家事好资源广 而且还曾是凤凰卫视有名的主持人 除了自己才貌双全 优良的家事 也带给柯兰很多资源机会 而作为男友的李亚鹏 跟着寿意飞浅 随之而来的就是事业上迅速起飞 还在柯兰的介绍下 签约了香港唐人电影公司 柯兰对于李亚鹏来说 就是事业上的第二恩人 1998年 李亚鹏的演艺事业开始直上云霄 和徐静雷合作主演了经典电视剧 《将爱情》进行到底 这部剧当年可是掀起了一股收拾狂潮 李亚鹏和徐静雷一跃成为了爆红的国民CP 两人也因此被传绯闻 至此之后 一代荧幕男神李亚鹏就此诞生 红遍大江南北 不过事业上开始大有起色 爱情上则是落得一空 他和柯兰因为长期分隔两地最终分手 分手后柯兰和李全又产生了一段爱情纠缠 不过也是遗憾收场 而李亚鹏则继续收获着爱情的滋润 恋上了一个超级名模 曲颖 两人在一起时常常高调宣爱 非常甜蜜 甚至放话可以为了曲颖不惜退出影坛 此时的李亚鹏不仅在爱情上得意 演艺事业更是再创辉煌 2000年李亚鹏接拍了电视剧《笑傲江湖》 出演了令狐冲一角 据说是因为张继中女儿特别喜欢他 凭借令狐冲 李亚鹏成了内地最红的小生之一 片酬水涨船高风头正进 拍戏赚了钱 李亚鹏尝试做起了生意 搞了个婚庆交友网站 结局就使失败告终 商业上没有任何起色 演艺上却背受老天爷眷顾 一年后李亚鹏又拍摄了一部《射雕英雄传》 饰演男一号郭靖 女一号黄荣则是周迅 结果拍戏期间 李亚鹏渐渐喜欢上了灵气十足的周迅 两人走到了一起 陷入爱河的周迅还说了一句经典的话 李亚鹏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幻想 可见周迅当年有多迷恋李亚鹏 成了他心中的完美男人 而曲颖和李亚鹏分手后 又爱上了另一个女神收割机张亚东 不过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周迅本以为爱上李亚鹏 就等于彻底拥有了一切 可谁想到后来半路刷出个歌坛天后 这个人就是王妃 李亚鹏在一次麻将聚会上认识的王妃 就立马动了心 那种感觉又爱又崇拜 在周迅和王妃两个超级女神之间 李亚鹏还是选择了后者 2004年两人恋情被曝光后 李亚鹏大方承认并释爱 说我们再也不会分手了 但是能想到十年后 王妃会再次回到谢霆锋的怀抱 当时娶王妃这件事 李亚鹏的家人是有所反对的 尤其是哥哥 他觉得以后不管怎样都会有非议 但李亚鹏不管这些早已把王妃视作此生最后的爱人 我就是要娶一个我想娶的女人 我要跟她生活 到了2005年7月 李亚鹏如愿和王妃低调结婚 那年李亚鹏34岁 王妃36岁 一年后谢霆锋和张伯芝也结了婚 看似一切都以风平浪静 婚后李亚鹏和王妃都朝这美好安逸生活走去 并生下了一个女儿李嫣 但让两人感到悲伤的是 女儿李嫣有先天性纯恶劣 就这样两人的婚姻经历 也成了不断为女儿求医治疗的感人故事 还成立了嫣然天使基金 那些年李亚鹏不再是女友不断的绯闻男神 而是顾家又担当的好男人 而且和窦镜彤关系处得也特别好 李亚鹏也因为和天后王妃结下了姻缘 不管是名气还是热度都直线飙升 虽然李亚鹏对王妃被加宠爱 但网友却常说 王妃不再像以前那样洒脱爱笑了 这段婚姻总而人觉得两人不太合适 亦或是缘分不够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一个需要商业 一个渴望艺术 后来李亚鹏专注经商很少拍戏 王妃也为了他常常出席各种商业活动 在李亚鹏看来 他总觉得自己经商比演戏要有天赋多了 梦想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不过是以认为 李亚鹏的经商之路一直没有顺遂过 和演艺事业相差甚远 事业上开始出现危机 婚姻上也给了他一道坎坷 2013年 李亚鹏和王妃宣布和平离婚 提出离婚的正是王妃 他说夫妻原尽至此 那年李亚鹏已经42岁 人到中年又要重新启航 离婚后 两人依旧是很好的朋友 还会带着女儿李嫣聚在一起吃饭 最重要的是多年后周迅和王妃成了好姐妹 多姓童还和周迅关系极好 只不过王妃爱的人已经不再是他 周迅都软软离了婚 至今单身一人 离婚一年后 王妃就和谢霆锋又被抱复合了 都软软半生还是惦惦着 曾经那个少年 而李亚鹏则一边抚养女儿李嫣 一边扎进了伤害 伏伏伏伏 直到和王妃离婚七年后 49岁李亚鹏才终有了新的恋情 和一名90后 遗族超模美女高调是爱 其实她本意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俩本意是在一起 俩人不但在一起把歌言欢 而且举止亲密相拥一吻 最让网友感到惊讶的是 新女友的气质和长相酷似王妃 配有些念念不忘的味道 恋情走到这儿 李亚鹏依旧是宝刀未老 魅力不显当年 然而在好的运气 也有被执念复制一句的时候 李亚鹏的经商之路始终是一言难尽 也难怪有人说 李亚鹏的一手好牌 还是没有逃过折腾后的滑铁炉 他曾说 我不会成为一个艺术家 也永远成不了艺术家 因为我不够纯粹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 有些是上天眷顾给你的 要更加珍惜和坚持 有些不是你的 就该果断放下之念 好吗 好吗 好